《终于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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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 把手把握 快走 别走 不要一万 不要打 不要打 93岁高龄老人因为身体不舒服住院 居然在身体上发现多处殴打伤痕 究竟是什么人吓得毒手 老人又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孩子呢 今年一进93岁的曾婆婆家住成都市 西夏有一儿妻女 由于老伴已经因病去世 子女们也相继离世 到现在还有五人 由于婆婆年纪大了 便交由自己的儿子照顾 这天曾婆婆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 可是她的女儿们赶过来看望曾婆婆 并为她检查身体的时候却被吓了一跳 曾婆婆身上有着很多触目惊心的伤痕 你看就是被殴打过的痕迹 据曾婆婆其中一个女儿说 曾婆婆如今住院已经有四天了 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母亲身上有多处遇伤 以及殴打造成的伤口 而且由于遭受暴力 自己的母亲精神上也非常不好 记者经过观察发现 曾婆婆的脸上 腰上以及腿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口 而由于年事已高 曾婆婆还有一些器官衰竭 再加上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曾婆婆的状态非常差 那么这些伤口究竟是不是人为 又为什么要对如此高瘦的老人下手呢 曾婆婆的亲女儿魏永芳说 自己的母亲本来是跟女儿们轮流生活在一起 可是一个多月后母亲就要求回家 到儿子那里 尽管女儿很想要照顾母亲 可是经不住母亲的再三要求只好答应 本来两人约好 母亲只回去住两个月 自己就把母亲接回来 可没有想到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母亲就变成了这样 女儿们说 自己是在母亲被送到医院后 为母亲换衣服 才看到老人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最后在女儿们的追问下 老人才将事实和盘托出 当女儿们询问她是怎么造成这些伤口的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有气无力的回答 是火箭打的 据她的女儿说 母亲说她这些伤口是自己的儿媳妇造成的 而自己很疼痛 但是无力反抗 看着躺在病床上萎靡不振 满身伤痕的母亲 女儿们坐在病床前泪流不止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将母亲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 才一段时间不见 母亲已经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边自责一边生气 决定为自己的母亲讨回公道 巧合的是 当女儿们出发去找自己的嫂子的时候 在路上就看见了哥哥 而面对妹妹们的质疑 哥哥则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是今天听到妹妹们的说起 她才知道的 这样的说辞 妹妹们自然是不信的 每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自己的母亲被打成这样 难道做儿子的会不知道吗 几人争执了许久都没有结果 于是大哥带着四位妹妹 回家找自己的媳妇对质 情绪激动的妹妹们 一进哥哥的家门 就立刻扑向在沙发上坐着的嫂子 几人开始撕打开来 无论怎样都拦不住 就连自己的哥哥魏大哥 也只是站在原地 没有敢上去阻断 而曾婆婆的儿媳妇 前大妈 则被激动的小姑子们 推散到地上 她索性就地而坐 开始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否认 自己曾经殴打过曾婆婆 曾婆婆身上的伤口 她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93岁高龄的曾婆婆 会撒谎吗 记者就此事 询问了儿媳妇前大妈 前大妈的情绪此时十分激动 她声称 自己婆婆平时失禁后的衣物 都是她亲自洗的 又怎么会去殴打自己的婆婆 她没有任何殴打的动机 反而尽了12分的心思 去照顾老人 并且她认为 这些所谓的说法 都是自己的小姑子 教唆的老人这样讲的 听到嫂子这么说 几个女儿坐不住了 她们立刻冲到房间里去 向记者展示 自己母亲住的地方 记者看到老人住的地方 不仅空间狭小 只有三平方左右 并且阴暗超市也不通风 老人的被褥也是又脏又烂 生活条件确实不好 而看看自己的哥哥嫂嫂 却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 曾婆婆的儿子魏大哥解释 现在这个房子只有底下一个房间 上面二楼是两个房间 可母亲年事已高 爬不了楼梯 另外一楼的房间是他自己住 之所以没有让给母亲 魏大哥解释 自己母亲活不了多久了 就没有过于麻烦 不过他也承认 确实是自己没有考虑周全 但提到妻子是否殴打了自己的母亲 他又说不相信 可一转头他又告诉记者 自己的妻子确实对老母亲不耐烦 总是会辱骂他 而自己的母亲也因为年纪大了并不清醒 所以可能是由于这种原因 母亲在心里有了芥蒂 所以才会在迷糊之时 说出这样的话来 可是曾婆婆身上的伤势明白着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前大妈极力否认自己欧大国曾婆婆 并说老年人很容易在路上摔倒 从而磕破 但她具体也没有看到曾婆婆摔倒 而四位妹妹也并不接受嫂子的解释 双方各执一词 谁也无法说服谁 而此时的曾婆婆还依旧躺在病床上 整件事情到底要如何收场呢 最后村委会主任听说了这件事 赶到了现场进行调解 她告诉前大妈 几位女儿手里有着曾婆婆指认她的证据 而几位女儿也表示 会等母亲伤好后带母亲走 并且她们也要各个一家人给母亲一个说法 如果嫂子承认并且认错 也可以不追究这件事 听了这话 前大妈于是向几位妹妹道了歉 并保证自己从今往后会尽力照顾婆婆 不过依旧没有提到自己是否对曾婆婆进行殴打 由于伤情并不构成犯罪 所以几位妹妹也没有深究 经过村支出调解后 大家也都不再计较 不过话说到这里 曾婆婆的伤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能也就无人知晓了 我们只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想法的可以留言投论 不要忘记点赞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